纳兰小姐 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 萧炎奉劝你几句话 三十年何动 三十年何戏 末期少年穷 好 好一句末期少年穷 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 你凭什么教训我 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 好 你若有本事 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 三年之后 我在云兰宗等你 到时候你能打败我 我纳兰燕燃今生为奴为婢 任凭你处置 哼 三年后 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 解除婚约的契约 别乖乖给我交出来 哼 不用三年之后 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 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 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 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 从此以后 你拿兰燕燃与我萧家 再无半点瓜葛 你 你敢凶我 父亲 三年之后 眼儿定会去云兰宗 为你亲自洗刷今日支出我 我相信 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 区区流言飞语 日后在现实面前 自会不攻而破 三年之后 我会找你 也是 一个人 是吗 上下水 你小子喜欢这一类武器啊 要是 击掌 少爷 少爷 嘉烈少爷 我的实力能不能护着轩儿啊 九 九段斗日记 不是说三段吗 是不是搞错了 就是啊 小颜哥哥好棒 以后谁要再说小颜哥哥是废物 那可真是瞎了眼 倒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我柳席看上的女人 还没有得不到什么的 六星斗者 小颜 你这个连斗者都不是的废物 是保护不了萧薰儿的 有几分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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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我都没人吃了 有几分事 有几分事 这怎么可能啊 小子 还是我来吧 去陪你儿子吧 萧战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不坦诚 从来没听过你这好人 虫小子 你身体要撑不住了 我来帮你挡着弹 你试试能够完成最后的晋级 谢谢老师 虽然为了聚集伞 但我 可是十一岁 便能到达到处的天才 我来 你真听我 你 你是 老师 这你却让我来 你把旗 放